現在所要進行的賽事是羽球國男組單打賽的會內賽 也是這個國男組單打的四強了喔 這場比賽是由高雄市英明國中的郭冠麟 對上桃園市瑞平國中的鍾成謙 在這邊第一球 郭冠麟回擊是球落在了端線後面 連續兩顆出界的球是比較不理想一些 不過在選手剛進入比賽也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場地 以及這個身體的狀況 鍾成謙反拍的回擊 這個角度沒有抓好 sta和盛跳馬來沙業 在他的決賽中 郭冠麟 parade 代表 Euch好 那其實一名國中現在的藍單選手郭冠林表現得相當不錯 哇 這邊是要鋪球喔 不過是可惜球掛網 在後場的重壓 再一個重壓是對手被壓迫到 擠出的球沒有辦法落在對方的有效區域 好球喔 這邊是打在了這個中程千區域的小空檔 好球喔 郭冠林在昨天的團體賽當中也是表現得非常的出色 是 試試看他可不可以在 國南單打賽有脫穎而出的好表現 是 有這麼多國際賽經驗的郭冠林來講的話應該是 對他自己的信心應該是勢在必得的 沒錯 哇 這邊中程千要 回擊的時候 這個好像連網子都沒有碰到喔 這就是手腕的力道抓得沒有很清楚 再一個重壓 哇 現在 這第一局當中 郭冠林其實 有三個得分都是來自這種 後場的重壓喔 對 我相信 在一名國中 打進單打的兩位選手 朱成家 以及郭冠林 都對 單打這邊是有做十足的功課 因為他們兩位選手 也是一路上都是以單打的形式喔 在 參加羽球的項目 是 沒錯 而在剛剛立昂所提到的 一名國中 朱成家的方面是比較可惜的 在國南組的單打賽 是 八強賽中 敗給了台北市的中山國中 黃玉這名選手 是 那目前在場上的郭冠林 在上一場對上張允澤的時候 他是非常輕鬆喔 21比4 21比13 非常懸殊的比數 輕鬆拿下了勝利 沒錯 21比4喔 那真的是還蠻懸殊的 因為郭冠林他真的是 畢竟他也是U15的 雅清的選手 針對到他在 場上的表現 郭冠林的 跑動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 加上他 昨天有講 可以看到 對手在掉遠球的時候 郭冠林會 可以往後移動的同時 又做出重壓的動作 這對其他選手來講 是非常難預測的事情 沒錯 加上昨天看到他在 場比賽的第一點 角度的調動 讓對手吃盡苦頭 這邊又迫使對手 發生的失誤喔 這邊是11比5喔 率先取得領先 我們看得出來 瑞平國中的 鍾勝千喔 感覺到他 剛剛臉上的表情 是有顯出他的壓力 以及 對本場比賽一開賽的自己 把握度不太好的部分 沒錯 剛剛那個表情真的是 比較苦笑一點 對啊 我相信任何單打 國中男子單打選手 都不想要碰到郭冠林喔 是 尤其是剛剛立昂所提到 在往後退的同時 還可以進行一個重壓 那其實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對也是 算是冠林他個人的 比較招牌的技巧 沒錯 那另外一位 通道是一名國中的朱成佳選手 昨天在 團體賽的第五點 拿下了勝利 是 是 是 非常 昨天非常精彩 是 在那場 這個團體賽的冠軍賽啊 哇 真的是相當有可看性 是 同樣 朱成佳對上的是 昨天在團體賽 他們的對手 西恩高中的詹晨昊 這就是 雨球有趣的地方 尤其昨天兩名選手 完全是 不同類型的選手 對 昨天詹晨昊對上了 就是現在在場上的郭冠林喔 那目前詹晨昊要命對的是在 對 對 國中這邊的朱成佳 其實台灣這個羽球的圈子也不大啦 這些 有 很有能力的選手其實 應該都 對對手有一定的認識 對 畢竟從小階段 國小國中高中 就是這樣打上來的 沒錯 這球是明顯 落在了界外 很快 我看到剛剛 郭冠林在場邊 兩側的痕移速度十分的快喔 以及角度的變換迫使對方回擊球落在了邊線之外 這角度調動很漂亮 體力要稍微大了一點 瞬間的加壓 再來看一下這個球 南投線應被國中蔡承翰請至第二場地 這球是在街內 他很厲害喔 哇 這球 郭冠凌他的 這個演技的表現非常的好 應該給滿分 郭冠凌這個球 剛看到 陳千恩不小心打在郭冠凌身上 郭冠凌的反應非常可愛喔 16比13 中神奇有慢慢的把比數給拉上來 請至第四場地 剛看到這個球就是剛所提到的在郭冠寧 再看一下這個球 退後的同時 有機會直接把球做一個POSE 沒錯這就是郭冠寧他的 非常擅長的一個進攻的手段 那招真的是相當的不容易 對因為你在橫移的過程中你要取好角度 要同時手部要往下壓 等於說你手的角度還要再補上你整個往後移的位置 所以是真的要非常多的訓練才能夠做到這樣 救得很漂亮 再來個殺球 中神奇擋得很好 哇中邊非常可惜 分數還是拿到 在整個人鋪下去救球的情況下 其實重心會往另一邊偏 不過在剛剛這個分數之中 這個中神奇也打得相當不錯 沒錯中神奇對於郭冠寧的強勢的進攻 連續擋下了三波 可惜最後一球是擊出了之外 這邊又在發生自己的失誤 郭冠寧是率先拿到了橘末點 不過兩位選手在分場比賽的 非受破心的失誤是比較少一點 沒錯 相較於前面的賽事當中 來回角度變換配上殺球 又讓郭冠寧拿下了這一分 郭冠寧不愧是在 前面單打都是輕舉對手的一位優秀的國中單打選手 前十二十一比十四 拿下第一局 段она 葉寧身 寫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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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的賽事繼續的進行 郭冠霖剛剛是拿下了第一局的勝利 對這種跳殺的手部的調整 郭冠霖目前整體還是進行得非常好 這邊終成千 漂亮的擊球 這邊要做一個殺球再拿下一分 郭冠霖這球漂亮的角度變換 直接往左邊的進攻再拿下一分 中成千也對自己吶喊雷笑 中成千 一開始掌控是還不錯 取得兩分的領身 這個球郭冠霖 這樣的一個進攻手法在他之前也是非常常見 再來看一下這個球 兩邊的往前的進攻 郭冠霖突然上網 是 這個技巧相當的高超了 郭冠霖在後場的重壓來自郭冠霖 郭冠霖在後場的攻擊 郭冠霖 郭冠 郭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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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跳沙是給鍾成倩沒有太多的機會 郭萬林的跳沙的角度是他最大的武器 而且同時他要跳得很高 本身身高大概目測有一百八十幾公分的郭冠林 跳起來的沙丘其實都相當具有威脅性的 應該一百七十多公分 我覺得他的彈跳力好 是 這球就相當精采喔 可能是因為這個郭冠林他本身的體質其實蠻瘦的喔 看起來會有比較高的一個感覺 謝謝 這球用力會比較可惜是落在了短線後面 這個半局跟著你這個局喔 芮萍倒是 芮萍國中的陳千倒是領先 比較多分喔 來到了4分 好 剛剛在國中女子組喔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國中女子組在上一場比賽 我們是看到中槍國中這邊是 李子雲是被黃祐勳給擊敗 黃祐勳成功晉級到國中女子組的冠軍之戰 那在另外一邊唐婉雲對上薛佑嘉的賽程 唐婉雲是直落二拿下了比賽 那意味著明天在早上9點的國中女子組冠軍戰 是由唐婉雲要對上的是黃祐勳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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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一局郭冠林反倒是感觉没有那么的顺畅 没有像上一局看起来那么的主宰力 对 郭冠林中存前这一局的 这个杀球的角度是取得非常不错 没错 不过这一球 如果我们才刚讲郭冠林就拿到分数 这球反拍回击打在了对角的位置 郭冠林没有办法去接应这颗球 郭冠林中存前这一局倒是把整个棋式给拉上了 打上来哦 诶 倒是这边中存前发生了一次发球的失误 优优独播剧场 哇 這一分真的相當精采喔 郭冠霖是先接到許多顆鍾臣千的殺球 但是最後一顆其實鍾臣千就把握住了 是打在了這個 郭冠霖比較難處理的地方 這邊郭冠霖喔 所以安倍對手領先了8分喔 這個殺球 展現了他想要把分數追回來的企圖心喔 是同時也相當有水準 好球 在這個鍾臣千重心失去的情況下呢 郭冠霖來擊中壓 就算是他 老闆 就算是他 打在了忠誠謙的右邊喔 用下方的角度讓他 很難去處理郭冠霖的殺球喔 沒錯 連掉了幾顆小球不過最後是郭冠霖略勝一籌喔 是 哇 忠誠謙對郭冠霖的殺球是完全沒有辦法機會喔 已經連續非常多顆球了 而且現在比數也慢慢拉近了 郭冠霖展現出他的實力也展現出他的韌性 對 剛看到忠誠謙想要跟財務老師更換球喔 郭冠霖是示意不要 這邊是 財務老師在判定這個球可能有這個缺角過後 還是把球換給郭冠霖 有時候郭冠霖可能覺得 剛剛這個球打得非常順 所以我不想要換 換球是要對方同意才行 昨天才跟立昂在比賽中聊到這個話題 哇 這球救得很漂亮喔 只是可惜 沒有過往 對 忠誠謙這個角度打得很刁鑽喔 郭冠霖不好來處理 因為現在場上要清理一下 過關鈴鐺鋪鋪下來的這個汗字喔 兩邊來 用空檔時間 喝個水 在這個水分呢對於運動人來講真的是相當重要的 今天高雄市的氣溫十分的炎熱 是剛來的時候中午大概11點的時候只有大概有31度 沒錯 除了界外 不過宇宙是在室內空調 是算相較於其他在外面戶外的運動可能會比較幸福一點 不過選手們的體驗 我們剛剛有些宇宙選手也是非常皮膚非常幽黑 因為他們在場外這個訓練其實也是非常辛苦 大太陽底下的協調性還有肌耐力的訓練 每個選手都是要熬過這個辛苦的訓練過程 當在有太陽的情況下跟沒有太陽的情況下 跑操場一圈的感覺就是完全不一樣 不過是斜角度的殺球 雙方三分差 狗瓜尼讓對手率先拿到20分了 這同時也是鍾誠謙的橘墨點 不過這球想要在後場中壓 回擊是掛網 有時候中壓其實角度並不是太好抓 在你想要打得很用力的同時 角度也相當重要 鍾誠謙的一個正確的判斷 讓他成功拿下這一局 兩邊站成1比1平手 郭冠林這個失誤喔 這一局郭冠林的失誤真的是蠻多的喔 是 大概有五六次是自己飛不受獲 信讓對手拿下分數喔 是目前讓雙方贊成了1比1的平手 到新了心裡 我們就可以下判斷了1比4 得不得了1比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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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